IDF战机冲场发射异光弹 主要任务是分散敌人注意力 国军586旅24号上午在恒春保利三军联训基地 进行小林勇操演 战车级炮兵营对保利山的靶区猛烈攻击 瞬间炮声隆隆烟雾弥漫 为了打造国军联合作战能力 这场操演也出动了包括黑鹰直升机等各类战机 在空中火力掩护 晚上还将实施夜攻科目 同一天海军陆战队则是在宜兰利泽海边进行登陆演练 上午六点半时间一到 三艘AAV-7两栖突击车 从中和级战车登陆舰上泛水抢滩登陆 针对可登陆沙滩实施全面性大规模战备体检 藉由使兵推演测知共军可能登陆路径 作为陆岸兵力调整与新型反制武器部署餐具 因应国际情势和共军威胁 24号一天南北启动军事操演 两岸关系国际紧盯 近期一份由新加坡和上海学者 在当代中国期刊发表的民调数据显示 在彻底武力收复台湾选项中 有55%表示可以接受 但也有高达33%反对 其余12%不确定 而在不一定非要统一选项 有22%表示可以接受 71%不接受 7%不确定 对此结果进行调查的新加坡学者刘瑶表示 北京不该觉得被迫 必须提出对台湾更强硬的立场 事实上大陆民众能接受 对台更温和的立场 大陆掌权者应该让政策 和公众意见保持一致 避免内部反弹 TVBS新闻程序 李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